近日,西安奔驰女车主哭诉维权事件持续发酵,并引发金融服务费争议。 4月16日,中新网记者从西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获悉,该部门成立专案组调查奔驰漏油事件,同时税务部门已进入涉事奔驰4S店,对相关收据进行核查。 4月13日,该奔驰车主在西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高兴分局西部电子商城工商所向联合调查组递交资料,配合调查并继续维权。 据车主称,自己曾在不知情时被西安立之星奔驰4S店收取了15000余元的金融服务费,并未开具发票。 对于该笔支出的合法性,他表示质疑。 同日,奔驰官方微博发布声明称,已派专门工作小组前往西安,将尽快与客户预约时间以直接沟通,力求在合理的基础上达成多方满意的解决方案。 4月15日,记者来到西安立之星奔驰4S店了解事件经过。 在销售大厅,记者看到有一些消费者前来咨询车辆信息,在记者向店内工作人员询问是否会收取金融服务费等问题时, 几位物业行政人员对记者表示,将有专人负责解答。 然而记者在现场等待两个多小时后,西安立之星奔驰4S店工作人员却称,上级领导不在店内,无法安排采访。 随后,记者来到西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采访。 奔驰车投诉曝光以来,先是市场监管局,高兴奋局,按照上级的部署,积极面对,积极应对,成立了专门的执法小组,进店。 对当事人反映的八项诉求,一一进行核对。 如果说,在检查当中发现有违规的一些行为,我们将依法进行严厉查处。 4月16日,刘灵向中新网记者表示,国家税务总局西安高兴区税务局已介入,并派出工作人员进入涉事奔驰4S店,对相关收据、账目进行核查。